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2 在今年的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5G注定是最热门的词汇 刚刚发布了小米9的小米手机 在本次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品牌旗下的第一款5G手机 小米MIX3 5G 据了解新机在整体的设计上与小米MIX3标准版保持一致 不过处理器从原本的骁龙845升级到了全新的骁龙855 同时还加入了骁龙X50 5G调制解调器 最终实现了对5G网络的支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5G的功耗过高加上使用了外挂基带 小米对MIX3 5G版的电池容量也进行了调整 从3300毫安时增加到了3800毫安时 以保证手机的续航 在发布会上 小米联合欧洲运营商Orange 使用小米MIX3 5G版演示了5G视频通话 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并强调这是真5G不是假5G 据小米官方介绍 小米在2016年就成立了5G预言团队 并在2017年年初正式启动了5G手机设计 小米MIX3 5G结合了智能天线切换技术 下载速度最高可达2Gbps 一秒钟就能完成一部15分钟的 1080p高清视频或者26首MP3音乐的下载 小米MIX3 5G版欧洲的售价定在599欧元起 月合人民币4560元左右 至于国内核实上市 小米方面并未提及 但小米应该不会让国内用户等太久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活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维剑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